首都选战国民党的连胜文打得辛苦 根据旺旺中时最新民调发现 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柯文哲是拿下4分之3 连胜文甚至在被视为泛蓝大本营的松山区 惨输60% 蓝营选票催不出来是问题的关键 而现在在网路上就出现了 柯文哲批评蒋经国的影片 恐怕又会激起深蓝的反科情节 明明说蒋经国是政治典范 却对经国路不以为然 成年这种影片现在被挖出来 网友批柯批拿好意思提蒋经国 还说蒋经国的贡献绝对比他多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诚意 柯批的政治立场民众充满疑惑 但被问到挺连海挺科 大多数保持沉默 还有人直说 连胜文那么有钱的还出来选台北市长 民众直觉反映在民调数字上 望望中时最新民调 柯文哲在北市12个行政区几乎全数领先 连胜文旨在文山万华内湖保持优势 这连大安新义传统蓝营票仓连都输科 松山区的支持度还落后60% 松山区说我们支持度10% 柯文哲70%这个你相信吗 我想这个跟我们在走在路上 跟我们在松山区的基层在行走 所得到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 基层选民很热情 偏偏民调看不出来 延胜文行程照跑 老爸也再次现身力挺 要把握最后三周 守住首都蓝天 记者综合报道 这一张给了